欸 詹姆 你在幹嘛 來偷看金香洗澡 我先不要煩啦 吵死了 歡迎今天的來賓 來自絕情少年的戰將 派翠克 Catch Me Out 喂 不是啦 是Zambo啦 我是 2017年拿過精英獎 最佳嘻哈專輯的Zambo 然後去年大嘻哈時代拿到 第五名的Zambo 也是絕情少年的Zambo 也是長得像派翠克的Zambo 是大家的Zambo Zambo 你今天選擇的五個饒舌歌手 分別是 Kanye West Higher the Creator The Weeknd Kendry Lamar 跟Big Sean 想請問你選的原因 第一個是Kanye 因為我覺得他跟我都很像藝術家 他比較像是我想要達到一個藝術的最巔峰的狀態 然後Taylor也是一樣 就是因為他也是一個藝術家 我也是很喜歡他們兩個 然後接下來的是The Weeknd 就是純粹就是好聽 因為就很喜歡這種東西 Kendry Lamar 應該是從他身上學到比較多 關於饒舌 Slow 或者是一些咬字情緒的變化 最後是Big Sean Big Sean的話 其實以前就蠻喜歡他了 但最主要是他在發了 底特律2那張專輯的時候 唱了Zam the Fuck God 我覺得最重要的點是因為他跟 Zam and Echo 在一起 然後人就會變得非常的 Zam 蠻喜歡他的這樣子 你覺得剛選的這個五個饒舌歌手啊 有沒有一位是特別對你的音樂 或是對於你的創作是影響最深的 這五位喔 沒有在上面 沒有那也可以講 沒關係 我覺得應該是 J Cole吧 就是早期聽他的音樂 我覺得是他比較把那種 比較樸實對於嘻哈的感覺 呈現在他的作品上面 跟我早期想做的感覺比較像 只是後來比較少在聽他的東西 想問你 例如說你平常聽音樂的喜好 有沒有特別喜歡某一種風格 或是某一樣類型的饒舌歌手 是你特別會覺得很重的 平常喔 平常的話 其實我是什麼都聽耶 可能是很街頭的 或者是很Larical的 甚至是一些很奇怪的 或是很特別的 其實我各種風格都聽了 我主要是聽樂的習慣的話 我比較像是每個禮拜五 我都會去看Genius 就他們都會會彙整說 每個禮拜五發新專輯的歌手 然後我自己就列了一個清單 然後去我的串流上面搜尋這些人的名字 把他加入我的喜愛清單裡面 每個禮拜都會這樣做這樣子 像是一個功課這樣子 那你有信心在接下來的問答環節裡面 得到高分嗎 有啦 應該有啦 應該有啦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可以難倒我的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始測試 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喜歡這個饒舌的歌手 我們準備好了嗎 好 沒問題 好 來吧 請問看也得過的葛萊美獎項中 不包含下列合者 A 最佳當代基督教音樂專輯 B 最佳饒舌專輯 C 最佳旋律饒舌表演 D 最佳節奏藍調歌曲 應該是...應該是D吧 答案是C 最佳 答案是C What 兄 你在說什麼 旋律饒舌表演 因為他是Melody Rap 哪一張的時候808S 那一張他沒有得過 其他的 他沒得過 下一題 看也得過人生中 曾在發行個人手上專輯之前 遭遇嚴重的車禍 請問車禍的原因是 嘶 哇 我想一下 好像是A又好像是B 好像是酒駕又是疲勞駕駛 我猜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疲勞駕駛吧 答案正確 疲勞駕駛 第三題是有看過 刊也前期金卡達下的外流影片嗎 是跟那個 Ray J Ray J的嗎 有 有看過 就都黑黑的一團 終於用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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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會 拜拜 那藍色呢 好 謝謝 好 第四題 請問哪個東西讓刊也了解到自己其實能夠同時專注於兩件事物上 A 是女生的胸部 B 是錄音室的雙螢幕 C 是 Peter Davison 的屁股 D 是任天堂的 NDS 幹 這什麼題目啊 我覺得應該是B吧 錄音室的雙螢幕 答案是A 女生的胸部 因為他在歌裡面唱說 女生的胸部讓我可以同時專注在兩個事情上面 就左邊右邊這樣 哇 那我不是一個稱職的歌名 好 第五題 Telor 的 Creator 曾被某個國家禁止入境 請問是以下哪個國家呢 A 中國 B 英國 C 法國 D 是德國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英國吧 是英國 其實那個時候他們巡演因為太躁動了 然後他又會講一些醜女然後一些言論 第六題 Telor 的 Creator 常在舞台前面彈奏鋼琴 請問是誰教會他彈鋼琴的 A 他自己 B S R Rocky C Jadon Smith D 是 Eris Wisher 應該是他自己吧 答案正確 讚讚讚 第七題請說出Telor 的 Creator 在 Yonkers 的 MV 中吃過什麼 昆蟲 蟑螂 答案正確 而且還是美洲蟑螂 C Jadon Smith 超噁的 第八題 Telor Creator 曾在 IG 現實動態中幫一顆橘子取名 當作寵物看袋 然後在橘子壞掉的時候送他回大志 問橘子的名字是什麼 不然之後我怎麼會知道啊 他的橘子是什麼名字 我覺得應該是 James A 大概是 Pete 這個問題實在是太急歪了 誰會去注意到這個 第九題 有位知名藝人將 The Weeknd 介紹給自己的粉絲 並一首提拔他進入產業 請問他是誰 A Drake B 是 Justin Bieber C 是 Kanye D 是非董 答案正確 這就跟 Barry 把我介紹給大家一樣 讚 The Weeknd 找來一堆大咖 歌星力挺 請問夏列何者會出現在 MV 中 A 是 SR Rocky B 是 Drake C 是 Jay Cole D 是 Travis Scott 我想一下喔 我記得這 MV 然後 The Weeknd 是跟 Yonder 在車上 我記得這個畫面 沒有出現的應該是 C Jay Cole 答正確 他應該是不太會去做這種 無謂的 handout 十一題 The Weeknd 是個擅長多國語言的人 請問夏列何種語言是他不會的 A 英語 B 西班牙語 C 安哈拉語 D 法語 我記得他有發行過就是西班牙語的單曲 我覺得應該是C吧 安哈拉語 答案是B 西班牙語 因為他跟那個女歌手合作 但他其實是不會的 怎麼這麼刁鑽啊 It's not spicy And I got extra spicy 啊 啊 啊 第12題 The Weeknd的名字 為什麼少一個E 我忘記了 他拼錯吧 答案是因為加拿大語樂團叫做The Weeknd 就是有E的Weeknd 所以有版權問題 是這麼尬的問題 是一個超尬的問題 版權問題不能用喔 第13題 根據他的歌曲 Kendry & Ma最喜歡在車子的某個地方freestyle 請問是哪裡 A是駕駛座 B是副駕駛座 C是後座 D是後車廂 答案是C 因為Bad C Freestyle 沒錯答案正確 出門前才會聽 沒C題 14題 人的早餐很重要 Kendry & Ma的就更加重要了 請問他最愛吃的早餐是什麼 A是早餐賣片 B是蛋餅 C是漢堡 D是三明治 答案是A 答案是A 答案正確 有兩種食材 你會有你玩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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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有所有的食材 那不可能吃蛋餅吧 康普頓買得到蛋餅 第15題 Kendry & Ma 曾與TDE的歌手們組成 饒舌團體 黑西皮 請問團體成員不包括下列何者 A是Schoolboy Q B是Recent C是JROD D是EPSO 答案是B 答案正確 前幾年才加入的 16題 Kendry & Ma 曾用過哪個中文譯名 功夫肯尼 答案正確 好 再來 第17題 B Sean曾在訪談中透露自己 剛被堪野簽下10個合約金額 請問最接近的數字為何 A是1萬5千元美金 B是1萬元美金 C是2萬元美金 D是2萬5千元美金 前市長有看到這個新聞 因為他說肯一都不理他還是什麼的 然後有點屁股譜這樣子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C吧 2萬美金 很接近的答案是A1萬5千美金 差5千塊 18題 B Sean曾在GQ的節目中介紹自己的豪宅 請問這間房子的前屋組為下列合者 A是堪野的製作人 Mike Dean B的話是槍與玫瑰的吉他手 Slash C的話是B Sean的媽媽 D的話是艾龍馬斯克 答案是B 就是Slash 答案正確 他有留他那個一些裝潢我記得 然後他說想要保留原樣這樣子 蠻酷的 第十九題 B Sean的肖像曾被Jana Eichel刺在哪個部位 最後被用哪種圖片遮住 哇這我不知道欸 我本來還預想說你們會問我B Sean有沒有刺青 因為他完全沒有刺青 然後沒有想到他女朋友身上 猜一個部位就對了 猜一個部位喔 我們再給你一個提示 很大面積 背上 答案正確 然後是不是被日本國旗蓋掉了 好像是被火鳳凰蓋掉 被火鳳凰蓋掉 大功告成 看 這就是神鳥鳳凰 沒關係 因為他們後來又在一起了 對啊 二十題 請問B Sean因為迷信風水的關係 為了增加能量 在家裡放了大量的何種物品 A是佛像 B是招財貓 C是古曼銅 D是銅环 答案是D 通緩 答案正確 他就是那個影片裡面有講到 他就是那個影片裡面有講到 其實佛像好像也有 今天的快問快答就到這裡結束了 耶 在總分計算出來之前 今天Sample你自己覺得 你的表現如何 我覺得我是一個不稱職的粉絲 就很多問題其實我還不太知道 像The Weekend那個 版權問題的那種我就不知道 還是要多多了解這些我喜愛的歌手們 準備要來公布你的分數了 好沒問題 Sample呢總共在二十題裡面 雖然很謙虛 但你總共其實答對了十四題 哇我答對了十四題喔 那還算蠻厲害的啊 對啊趁著這個機會啊 剛好你也在這裡 要不要跟大家說說你最近在幹嘛 或是有什麼準備要執行的project 接下來的話會著重一些可能個人創作的東西 其實現在都還是在醞釀還在計畫當中 希望今年可以給大家一些新的作品 我是Sample來自覺情少年 以上就是今天的聽的啦 今天上來這個節目你覺得好玩嗎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就是一些冷知識啊 平常大家就是聽歌 然後看跟誰合作 然後製作陣容怎麼樣 但是通常不會有人去挖這些 大概就只有連友會 但是因為是冷知識 所以其實你知道也沒用 對其實也沒用 就是可以拿出來跟人家電一下 欸我答對14題